美洲過雅 和去之不通 只能乎佛外交車 幾乎佛外交車 箱子欦坑 尊重衛血驗 多大件事 其實相傳是說有一大堆線去佐敦道碼頭 然後佐敦道碼頭的那堆線,結果分了加 分了加,分了加是甚麼意思呢? 有一堆去了九龍尾鐵站 有一堆去了佐敦會長廊 然後再後來的西九龍的高鐵站分了兩家 以前是一個佐敦道碼頭包了這麼多條 今天就說這條叫做215X 215X就是觀塘區的快線線王系列 這條線是走尖沙咀,觀塘,藍田 上列得到那一帶 這條線也說一說 這條線本來是有一堆Marvel的 14號X,15號X在90年代時是一些神道特快線 即是一些法學時間特快線 後來九巴好像做了一些委託 委託了一些顧問 調查整個九龍市區的線 應該可以如何重組改善 這一組的線 被成為了一些 重組過的路線 即是14號X,15號X 當年15號X是南田去尖沙咀學口道的 後來14號X就是佐敦道碼頭去遊堂村的 後來這兩條線就顧問 將這兩條線合併了 即是變上地有一點合併的動作 甚麼是變上地合併的動作呢 就是將九龍區的總集 拉到佐敦道碼頭 即是兜尖沙咀 兜尖沙咀去佐敦道碼頭 其實都源自於佐敦道碼頭的導輪 其實佐敦道碼頭一定是小 所以為何14號X 之後第一代 第一代的14號X就沒有了 就是有一個原因 當然有一個位置就損失了 這條線215X合併了之後 只是續站去到南田南田村 很有趣 那時候有沒有想過為何不拉到遊堂 對呀,這是一個問題 今天探渡一下 再說回來 當年將這條線拉到佐敦道碼頭 應該是近廣東道那裡 廣東道即是舊68號的總站 然後再拉到九龍站這裡 拉到九龍站這裡 你會看到,我覺得很有趣 當年的顧問 有些事情想什麼都挺有趣的 你記完你14號X 你要保存14號X 當年第一代的人 就是可以去佐敦道的 你也要繞進去尖沙咀 為何由堂的人都不加 為何由堂的人沒有了一條線 這真是一個很好 那你也反正要繞 那不算再繞 再繞進去 讓由堂的人可以有尖沙咀 是可以繞進去的 但也有尖沙咀 那時候的顧問真的不知道想什麼 我真的不太明白 既然你都這樣繞進去佐敦道 那你又不懂得由南鐵 繞進去 你圓門由堂那裡 那你就真真正正的二合唯一 但又做不到 可能那時候的顧名 就覺得 由堂那時候正在清拆 沒有了客量 沒有機會 而且就預計到會建一條 將軍澳鐵路 會有一條鐵路線 那些人就不會搭鐵 現在就製造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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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餅尾 現在第二代的14號X出現了 結果就製造了一條畫餅尾 即是當年那些顧問 是會有看過時勢 有看過當時的時勢 但又沒有看到將來的發展 結果就漏了一條尾 那現在14號X 就走出來 不知道那一條 那一條 即是那一條崇德維 那一條崇德維 那一條又不知搞甚麼 難不想到爆 難不想到爆 也不知它搞甚麼 結果不停在執拾 一、五、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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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寧願當年 你做好 你寧願你拉下去 拉下去就算吧 拉下去就算吧 你可以順便把其他線 好了 這條路 一、二、三、四 先上去 我五個 那這輛車 就10.55分鐘開車 是呀 是呀 偷補一份都算了 不要緊 那都是老實說那句 這條是合併版 第一代的14號X和15號X的合併版 所以它又要包製少少佐敦的生意 結果後來去到九龍城 對不起 去到九龍城 都做不到佐敦 那又漏了一條氣 其實我覺得14號X 最後轉到最後一個第一代 即是那個時代的結果 根本上就是被遺忘了 後來就是14號X的出現 只不過是因為要取代14號X 故事就是這樣 這條線主打 其實老實說 第一代的15號X 反應也是很好 是很好 即是當年也很受歡迎 所以這條線傳入是不來的 因為它主打的位置就是觀學特快 第二個位置就是藍田山那一帶 即是藍田廣田村那一帶 不接近地鐵 不接近地鐵 所以它就有一定的優勢 好,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就會說 Ossi Dean Ossi Dean 應該也有幾個印象 應該最多行上就是 在港城那一帶 即是新港中心那裡 應該是多行上的 當年漢口道 我經常覺得漢口道這個站 是有點滴滴的 即是28號也是這樣說 28號、15號X、234X 總之就是去不到 海港城或者三井碼頭 總是要走差一點的距離 所以當年,即使它拉上來 撞到它這樣行走 是有進步過的 即是這樣是進步了 即是進步了 只不過我覺得有一個位置就是 既然你都拉到上來 為何你又不把藍田那邊拉到油堂呢 這個我是不是一個好的問題嗎 即是說真的,你既然都玩合行 又不是玩二合一 你都想玩類似二合一的東西 為何又做不到呢 即是視座人為 結果我現在就拉了尾 當然,我不知道怎樣玩 等等,14號X是頂層 頂層的 頂層的 我真心說 但14號X是第二代 它當初是中國碼頭的時候 我經常做工場限 我看著它怎樣頂層 我看著它怎樣頂層 頂層到現在 就算拉到尖層,都是頂層 看著它長大 14號X是第二代 我看著它開班的時候 一路經常打 一路看著它長大 怎麽改善我都看著它 真是沒有話說 待會再說其他 來到新港中心這個站 海港城這個站 應該都上一隊了 大概 3 4 5 6 7 8 9 3 但這裏上了10個 算上剛才那裏,17個客 算上我,每人也有17個客 17個客 它最殺死的位置就開始要來 那就是尖東 尖東的大道向來都有捧場客 一路都有很多捧場客 看看那些捧場客夠不夠再 好,我們開始吧 摩地道這一段 就開始多人上了 現在21個客 即是隔著尖東站之前 都想上21個客 我們便開始想尖東最殺死的3個站 看看情況會如何 好了 好了 這裏上了4個人 61人 61人 然後下多8個人 即是我們說整個觀塘段 去到翠平這一段都下了20多個人 即是接近20多個人 但你見到這輛車有60多個人 即是還有 其實觀塘一段 其實只是佔了3分1的客戶 即是佔了3分1左右 我相信這輛車是越來越明顯 我相信越夜的情況越明顯 我相信這輛車越明顯 我相信越夜的情況越明顯 包括去到泳池那裏都是 都是觀塘那一輛 但你亦都可以看得出 這輛車根本上是 是藍田做主導的 藍田做主導的 即是藍田迫雲道這一輛做主導的 好了 有兩條問題會問 我剛才也要解答兩條問題 解答問題 第一 其實這輛車 為何不當年拉到油塘呢 順便搭單做油塘 那就不用多做一條14號X出來 這輛車不怕兜 反正都是兜下去 對藍田 對這輛車沒甚麼損傷 沒甚麼損傷 沒甚麼損傷 好過擺一條14號X 即是走那少少路 然後就丟出去 然後就沒有人搭 那些人都是搭到16號X 即是搭這輛215X 那又用甚麼 好,這是第一個項目 第二個項目 是的 既然... 其實有時我經常都會想一個問題 其實有沒有真的有必要走那個 順業街 立業街 為何不直走那個 我經常都會想 為何不直走那條5號X線 外面那條直落觀塘道呢 然後第一個站就是 創紀之城 因為尤其是你繁忙時間 工業區那些車很貴死 多燈位、多塞車 其實不是很著數的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 每天又會有一些特別班次 下午繁忙 特別班次是不經那兩個站 直飛那邊 直飛那邊 就去觀塘地鐵站也好 不是,觀塘市中心也好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可以盡用那條高的位置 那... 好 那當然啦 你說非煩惱時間 當然有客人 有多五、六個客人 當然多吃五、六個客人 當然沒有所謂 對吧 當然啦 這條線以前都是陳年舊的 又走完一些曲街 即是曲街 即是紅横的曲街 結果又要做一些特別線 15號X出來 令到不用走曲街 即是曲街 即是K.O.O.K.E K.O.K.E 過街 那當然是 好 其實這些可以值得反思思 當然啦 善王就真的是善王 小了78個客人 真是很厲害的 這個時段 這個時段也小了78個客人 還有時間上 45分鐘是做得不錯的 有九個字便可以來到 又吃到這麼多客人 其實這條線應該是有型的 這條線應該是有不錯的盈利 我想這個主意也是因為 藍田那堆客人 真的令到他們 令到他們 真的好保得住 基本盤 好 今天講到這裡了